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夜闪宝博士 刚刚叙述南藩事件的过程 和他自己以族人的身份 来思考南藩事件 最后提出来 对整个台湾原住民朋友的呼吁 这实在是令人动容的 他自己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以在地人的身份诠释在地的历史 这是我自己觉得 台湾的历史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思考 跟这样书写的 今天我们听了两场 郭博士用文物的不同观点 来诠释罗魅浩事件 也许应该叫做古阿罗事件 夜神宝博士用 自己在地的观点 来诠释南藩事件 一定有很多大家想要在 请教两位的地方 那我首先 请教郭博士 您做那么多有关 原住民的考古学的研究 尤其是刚刚讲的 古阿罗设定遗址 事实上就是古阿罗的 旧社的所在的地方之一 您觉得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 进一步去谈原住民旧社的考古学 其实当时罗魅浩事件之后 李仙德他们代表美军 他们想美方他们想要去求个公道 那当第一时间他们找到清国 他们认为清国应该要跳出来处理 那清国当然就说 这个访疗以南就我们不管 这个地方就那个 所以他们就是说 跟我没关系这样子 那他们后来就是 后来就去了解到 其实他透过很多人脉 好像保利那边或车程那边 他们其实接触到很多的那个 然后去了解到说 其实要往就是 仿寮十八社那个大头目的 就是走那个斯卡罗族的 那个猪狼树社的那个 TOKITO那边往那边去 那TOKITO当然他也有正面的一个回应 那他当时也很公正的出来 想要去主持 想要去 也去解释 为什么古阿鲁社他们会这样子做 是因为他们之前曾经受到外人 像外国人的一个 击乎灭射的一个冲突 所以他们当然要 第一时间就是自保 那刚刚其实我们 夜校长提到就枪支那个 其实当时已经有火枪了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 外国人进来 这个罗妹号事件六月份 他们后来找不到 后来就说一直没有得到交代之后 他们自己直接派舰队来 来要攻这么一个部落 这件事情真的是派了两艘来 那这个还参加过南北战争的派过来 结果四个小时也被我们古阿鲁社 打了稀里花啦 就撤退走了这样子 那当时就是说当有地利当有 他们的智慧有他们的那个 可是其实他们当时也用了火枪 去要去回击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枪支 可以当他们可能有大炮 对方有大炮 可是这边还是有一些枪支 那个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说 它根本去改变到文化的一个 整个的那个 那其实日治时期 我们讲清国这边 其实它有消极的一些政策 那只是说回到旧社这边 我们透过这些资料 我们了解到就是说 清国因为是消极 当时重点不在这一块 可是日治时期的话 因为它把台湾当成国土的延伸 他们要积极的开发取的资源 所以他们当时一个积极的治理的 一个动作下面 很多东西会去改变 不过也相对当 它也因为这样留下了非常多的庞大的资料 就我们今天要去回归到当时的一个 包括我现在在谈的古地图这个东西 他们其实做了非常精准的测绘 我们在讲就是1874年的话 其实那时候李先德 因为后来转到日本去之后 他给了一些建议 所以日本就去扩大1871年的这个事情 然后扩大的话 其实当时留学 根本跟日本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用这个围由要讨公道 要找一个理由 花了三年 然后用舰队来测 做了非常精准的地图 所以那个地图在日治时期做的地图 已经可以精准套汇 跟现在的地图精准套汇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很精准的知道 就是说当时的旧色在哪里 所以知道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考古这边的理解 然后还有就是说回到现在既有的 或是日治时期的一些相关的描述 我们去了解到过去古阿鲁的一些特征 我们可以用文献 然后用考古学实际上对照的方法 去处理这个问题 得到更精确的答案 那同样的 叶博士从 自己在地人原住民族的观点 书写了那么多历史 有什么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族人 当然也提醒我们自己全部的 台湾原住民 以及全部的台湾人 如何看待原住民族的历史 书写原住民的历史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议 因此在书写原住民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要随时的警惕 克服圈内人的盲点 力求客观 避免陷入思维的定势 以及个人好物的影响 是 是 是 历史失去了 公正和可信的原则 但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所获得的历史文献资料 以及口传历史 我们要放置在原住民的社会文化的脉络 来解读 这样才能够书写周延的 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历史 谢谢两位主讲人 都从文献和没有文字的记录 来重新思考 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 也是台湾整体大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不管是罗美浩事件 不管是南方事件 枪支 文物 事件 场景 在在都跟我们说明了 整个历史发生的过程 就像 叶博士 谈到的 我们要挑动这个历史记忆 才可能让这个历史记忆 永远存在我们 台湾人的心中 永远存在 原住民族的心中 永远存在 这个事件 发生主体的族人的心中 这样才是维护自己传统文化 保护自己历史发展 最重要最重要的方法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Zalane 剑是南岛 我们下一集见 欢迎订阅 红豆山 它里面的紫山醇 已经被证实 是治疗乳癌 有效的成分 被大量的使用在临床上面 而这个红豆山 本来就是泰雅族 在盖房子的时候 它的大量 因为从不会去住它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原住民 有好多丰富的民族植物知识 荷兰人在400年前 统治过台湾 所以很多台湾人 都相信自己有荷兰人的基因 我们利用基因来源的 分析软体推估 台湾人带有 荷兰人基因的可能性 其实是0% 台湾原住民 跟南岛玉族的关系 还是比较接近 而台湾汉人 与中国汉人的关系 还是比较接近 与原住民的关系 是比较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